大家好,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今天我来到顺义 吃一家很厉害的烤串 我们来到这个院子里好多家烧烤 有室内的 到了晚上外面还有很大的啤酒花园 北戴河海边 烤串小龙虾海鲜 我小伙伴说感觉来到了北戴河海边 免费去老板重大方 里边好大呀 有好多种进口啤酒啊 精亮啊 各种小海鲜 生蚝 小龙虾 黄鱼啊,舌头鱼啊 果然好像来到了北方的海边一样 我们到这里6点钟 屋里面已经差不多坐满了 外面啤酒花园也坐了好多人 五个月的羊排肉 一串半只 我要羊排 太扭了 咱俩要一串就够了 他们羊排有好几种肉 有内蒙三个月高羊肉串 我要宁下贪养的那种 都点都点 我的小伙伴点了两个素的 萝卜皮跟虎瓜 他们觉得可能要去去火 我点了好多素的还有韵饼 你点的时候我还挺嫌弃的 但一吃还挺好吃的 够辛辣,够萝卜味儿 我们一进来看到他们有很多海鲜 觉得就像到了北方的沿海城市一样 点了一个海鲜大铁船 蘸蘸最爱的玉米 撑着 雪花牛肉 他们家的串最少五串起 但一出来这个雪花牛肉 就闻到炭炒的香气了 好吃好吃 烤得很嫩 可以 嗯 汁水很丰富 微微的有点回甜 好吃这个雪花牛肉 可以吧 可以 蘸蘸点的玉米粒 一般的玉米粒都用甜玉米粒 他们用的是老玉米 东北的老玉米 那给我尝一个 整体吧 我没吃过用这种老玉米串成一串串的 所以没吃过 并且它上面还撒了糖 它上面撒了糖 撒了黑白芝麻 撑着挺肥的 这个味道特别入味儿 嗯 这北方的这种炒饭 有很多洋葱啊 青椒啊 香菜啊 加了一个最值钱的梭子蟹 真的像到了北方的海边城市一样 青黄岛 嗯 看到青黄岛啊 青岛啊 烟台啊这些地方 这个手忙脚乱串又上来了 这个是羔羊肉串 内蒙古的 先生老林串来了 这是他们的一米大串 这因为是内蒙的羔羊肉 所以它的羊味儿没有那么足 优点是肉很嫩 用的是宁夏滩羊的羊肉 一般这种用树枝的烤串 不是用的新疆的红柳串吗 然后菜单上写的 他们用的是长白山的 叫杏树的树枝 杏条 杏条 对 这是内蒙的羔羊肉排肉筋 这是宁夏滩羊的肉串 早知道它那个大串是滩羊的 我们就会点这个小串 有滩羊的羊味儿 有吃到刚才那块是杜南的 带着一点肉筋 这个是护心肉 这个内蒙羔羊的肉筋 肉筋有肥的 烤的焦脆 北方叫的油边就是护心肉 如果我家那边烤这个护心肉 可以带着边边的那些肉筋 那个筋膜 北方的一般就处理得很干净 它本身那个肉烤起来呢 是韧的很老的 它配了洋葱啊 它的红椒啊 腌制过 所以还是挺嫩的 到了我最爱的腰子了 摊羊腰子 好吃吗羊腰 好吃吗羊腰 烤得完全熟透了 里面要脆脆的头感 谁点的 一根小辣椒 好惨啊给你吃 在那点了蒜香小龙虾 海鲜船里面的菜花好吃 多的感觉好像一样才可以 菜花、藕片、玉米 海鲜串啊 哇 这个肉因为它大块 所以它烤的时间长 它炭香的味道 比那些小串更加香 这一串原价是78好像 现在好了39 对 第一串39 对 现在它是第一串39 这是每桌点一串 我记得都已经够吃了 再配合点别的 谢谢 太感动了 有八家小妹 你都忙不过来了 虾很新鲜 虾很新鲜 虾非常活 刚才我看到了 他们虾在缸子里油的 对 蒜可以更香一些 对 它的蒜香 不算特别精彩的蒜香 但虾确实新鲜 虾确实新鲜 虾确实新鲜 所谓的海鲜 所谓的海鲜大咖 或者叫海鲜船 酱年已经很少有做了 感觉是四五年前流行的 嗯 炒的是酱香的味险 海天新鲜 他们的虾可很薄 很软 应该是湖北的 沉江的青虾 虾 虾肉很弹 我们一开始 冲着串来的 想不到海鲜也很精彩 对啊 这个盘一百八八 都便宜啊 看到有羊棒骨 四十八 我看好便宜我就点了 因为最近我不吃了一家 叫王恨羊的羊棒骨 所以我现在看到羊棒骨也点了 四十八好多根 我猜应该是宁夏滩羊的羊 很有羊味 虽然小小一根 但羊味十足 这个四十多好多啊 嗯 四十八好多 酱香的 然后呢 麻辣 非常麻辣 还能一咬一口 还能吃到好几颗花椒粒 还不错啊 嗯 吃到后面越来越辣 越来越麻 我觉得比我前几天吃的 羊棒骨 专门店的羊棒骨 都要出色 这个好吃 牛筋皮 再有些店里叫公后筋 也很好吃的 不认不认 是爽的 哎我好爱这个 但他们都吃不惯 他们都嚼不动 嗯 嚼得动吗 这个很好嚼啊 这特别弹 特别爽 一点都不难嚼 所以美食推荐这件事情 真的是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 我觉得这么好吃的 主要是每个人的牙味 每个人家庭有点不一样 每个人家庭有点不一样 等了一个铁板酸菜 本来是为了解腻的 等了很久才上来 再上来一看 它真的是烤得很干 就像我自己去外面烤肉烤的酸菜一样 烤得非常干 好吃 干爽 浓缩了酸菜的味道 这个也推荐给大家 值得点 嗯 典型的东北烤烤菜 嗯 典型的东北烤烤菜 不会出错的 东北的烤烤菜 菜单上写的是野生小黄鱼 因为刚才我在冰柜里面看到 他们确实冻了很多鱼 看起来都是冰鲜的 带你试试试试 你想不到在东北馆子 东北烤烤 吃到这么嫩的 清蒸的 那么好的鱼 看着不错诶 这个也是48块钱 两条黄鱼 可以 是吧 嗯 本身黄鱼的肉就很嫩 并且它生的火候刚刚好 几分钟 五六分钟 我小伴说 假如你没有时间去海边 来顺利一日游 假装 假装在海边 吃点小海鲜 我们中午吃完面 下午去潮白河边 吹着河风 溜到了一个多小时 特别舒服 它们的价格太感人了 这个48的小黄鱼 极力推荐 这个羊斑骨也极力推荐 对 正人说这个羊斑骨也极力推荐 一激动点了太多了 慢慢吃 吃不完可以打包 来点什么刀 来点什么刀 串随便点 不会有雷须 我觉得都很好吃 但是特别推荐它们的海鲜 像清蒸小黄鱼 蒸得很好 两条48块钱 性价比超高 整个海鲜船 188 在北京市里 根本 这个价钱买不到 还有这个羊斑骨也很推荐 哇 这一件东西太多了 铁板酸菜我很喜欢 烤的干干的 焦焦的 小龙虾呢 虽然这个蒜香的味道不是很精彩 但是很鲜活 很弹这个虾肉 是一家宝藏烧烤店 如果大家住在生意 或者在这附近周围 推荐大家来试一试 好了 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 无所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 关注转发 对我的长粉 流量非常有帮助 谢谢大家的支持 在外边 撸着串喝着小酒 吹着凉风 太舒服了